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28號的台股最前線 在經過了昨天創下歷史新高的一個走勢之後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是延續多方的一個攻勢 而且是由大型的全值股來做一個帶動 中場台北股市是上漲了147點 來到了18196點 也是連續第二天站穩了18000點以上的一個關卡 因此從這個行情來看 我覺得今天的一個指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個關鍵來自於哪裡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今天的一個開盤價叫做18099 投資朋友昨天的指數的高點是多少 叫做18099對不對 所以過去我們有跟大家談過 如果說能夠以跳空的方式 去越過原本前波的高點 這個通常是一個相對來講在技術面 當中表現比較強勢的一個格局 所以才會出現開高之後 逐步向上拉高的一個行情 但無論如何現在看起來 這個18000點已經從原本的天花板 正式轉為一個地板的一個走勢 因此在2021年的封關 事實上剩下兩個交易日 到底應該如何來做操作 我想我們在今天的一個節目當中 會特別來跟大家做分析 好所以首先呢我想我們就先從 加權股價指數的一個角度開始 那當然之前我們有談到就是說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主要的關鍵 來自於整體成交量 一直沒有辦法有效放大 那實際上未來這兩天 應該也看不到太大的一個成交量 但今天是以跳空的方式去 距越過昨天的一個高點 那目前呢離17986跟17988 這兩個原本前波的高點 看起來有一點 稍稍那個距離拉開 這樣子的一個效應的時候 雖然說是沒量啦 但是技術面轉強 還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條件 因此目前當然是一個 比較偏向多方的格局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後續關注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一方面 短時間之內我們還是以這個 17986跟17988這兩個位置 當作是下檔的一個重要支撐區 那原則上 只要沒有出現跌破的話 都還是可以視為多方的格局 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以後續的一個 行情走勢來看 我會覺得比較關鍵的 應該是在16162 連接17167這兩個低點 他所構成的上升趨勢線 因為這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上升趨勢的 比較重要的一個防守區 因此 這條線他會逐步往上去做移動 他會隨著時間 每天都往上移一點 往上都移一點 那後續的一個行情我們就關注 那原則上只要 上升趨勢線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都還是多方的架構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就波段的一個角度 大家就看粉紅色的這一條線 那操作的一個過程呢 我想我們先幫大家做一個 這個行情的一個總結 原則上開盤就約過昨天高點嘛 所以天花板轉地板的那個機會 相對來講是比較大 那封關之前亮桌整理 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只要不破上升趨勢線的話 都還是一個續牆的格局 沒有做任何改變 因此在整個交易的順序上面 因為昨天我們有談到 這個時候希望能夠等拉回 然後這個能夠有一些 這個逢低的一個買點 然後但是目前看起來 如果單純就指數的角度來看 要大幅度拉回的空間不會太大 所以我們要做一點調整 那這個調整就是 以這個所謂順勢交易的一個方式 來做操作 那最主要當然會針對 盤面當中一些比較強勢的個股 來做一些順勢的交易 但是我想風險的一個控管沒有改變 還是一個停損 盡量以這個所謂短停損 不要把停損放的太大 那操作的一個狀況之下 以這個所謂的 這個停損抓短的一個狀況之下 操作就不要壓太多的一個 這個資金在裡面 就是短線交易 然後快進快出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應該是未來這兩天 大家在整個行情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大概要比較留意的一個方向 好那接下來我想我們就來談一下 到底在短線的一個順勢交易操作當中 要以哪一個族群作為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一般人稱的叫做 垃圾盤對不對 拉的是2330的一個台積電 但是有一句話是這樣子講的 就是打不贏就加入他嘛 那既然現階段 因為台積電一張 現在要61萬多左右的一個金額 他並不是那麼好去做一個著手 因此我們的想法是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原則上台積電的一個股價上漲 事實上我們過去在前幾百分百 其實也多次談到 他的一個本益比如果說是28倍的話 那明年是28塊 事實上他的股價可以接近790幾塊錢 這樣子的一個價格啦 因為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是一個中長期多方的一個格局 那原則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當然台積電有他的一個成長力道 但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因為現在一張的價格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因此我想我們思考的一個方向 可以擺在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他能夠講的直白一點 就是跟著台積電積權升天 那某種程度上面而言 我想台積電的一個供應鏈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明確 大家可以比較短線上面 留意的一個方向 因此台積電的供應鏈當然很多 那要怎麼樣去做挑選 那實際上在昨天的盤中 事實上我們大概就有觀察到 極黨指標性的個股 他開始有去做一些向上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必須要講 然後當然今天追的價格可能會 比昨天進場來的高一點 但是昨天的架構是來自於說 因為他還沒有脫離那個18000點 所以當時我不希望說 有加這麼多的一個部位 那當然你擺到今天 當然價格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安全的一個操作 因此回過頭來 如果說以這一波表態的一個個股來看 原則上昨天是三檔 1773的一個勝1 然後1560的中砂 然後以及3583的一個星雲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中砂的股價盤中有 公道掌停板的一個位置 但是我們選擇的是這個 1773的勝1跟3583的星雲 這兩家公司 那首先我們先來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1773的勝1 作為一個 台積電供應鏈當中比較主要的指標 因為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他寫的是台積電概念股 然後又是化工的指標股 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台積電感覺是那個高科技 高成長的那個高科技的技術 對不對 怎麼會跟化工有關係 那原則上呢 他做的一個東西 我們先跟大家講 他是台積電10顆億 10顆原本在盤中沒有白板不好講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做10顆億的一個廠商 好那10顆億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一片晶圓出來之後 事實上你要在上面有一些電路圖 或者是說 你在把它做成那個晶片的時候 上面總是要有一些那個 IC設計化的電路圖 你才有辦法去執行你想要的一個功能 對不對 好但是這種東西不是用筆畫 這個東西必須要用腐蝕的用清洗的 讓他的那個陷入圖出現 那因此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10顆億 好因此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未來當然台積電的成長 或者說是台積電接下來要去 在中科要再做設廠對不對 無論去哪裡 對於聖醫來講 我想當然會是一個比較 正向多方的一個訊息 因為畢竟像台積電這種公司 他基本上我認證通過之後 要去換供應商的那個機會不會太大 因為他在意的不是錢的問題 他在意的是產品品質的問題 因此只要產品品質沒有出太大的狀況 原則上他們就會一直 跟同一家的廠商來做一個合作 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條件 那如果說以技術面的一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大家在看股票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談過一個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叫做慣性對不對 所謂的慣性就是我過去怎麼走 然後我現在我的慣性有沒有改變 那最好判斷慣性改變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的斜率有沒有改變 好 當然我們不在教數學課啦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說我原本的線都是比較平緩的 然後現在這個時候 變成一個比較陡峭的 那當然就代表往上往下都一樣 代表他的趨勢跟他的方向在做改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怎麼今天講話那麼喘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 從這個今年的10月之後 他股價先進行一波的一個震盪整理 對不對 平台的整理區域 那平台整理區域高 高低點是差距多少 129然後跟139 所以他的高低點的差距是10塊錢 好然後突破向上之後 拉了9塊 股價又打回來對不對 好 那這個整理平台區間比較小 他是134到139 又是139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股價來到這個位置 股價經過一段時間整理之後 再往上突破 這裡是148.5 好所以148.5148 前一波高點是145.5 他的高點有在往上墊 但是不是來的這麼強勢對不對 好 說到這個東西我順帶談一下 像你如果加入校試會員 不是都會 你有持股我不是都會回答你嗎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圖 你在畫面當中看到的圖 跟我們解給大家的圖 那個基本上長得很像 大概就是少了一些數字寫上去 然後股民寫上去 然後那原則上我要講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進來有那個持股 都是我們自己解 那也順帶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不是請助理姐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是這樣子 大家把責任托付給我們 我們當然希望盡可能不是說 打馬虎眼過去這樣就算了 我們還是希望說盡可能幫 每一個進來的會員 我們都回答到大家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節目的圖 跟那個你如果持股診斷的話 我們回應你的圖 其實基本上會長得非常像 好那好問題拉回來 這個時候創下新高對不對 然後股價壓回來 是不是又走一個區間 好那這個區間 當然它的範圍比較小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你看哦 這裡是139對不對 這裡是139 這裡是139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原本139是區間的上緣對不對 現在139變成區間的下緣 好所以這告訴你就是說 它的區間有在往上去做墊高 這是一個慣性的改變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 投資朋友其實你可以去看 你手上的一個個股 其實很多時候你把圖畫出來 你就知道你現在你的手上的股票 走的是怎麼樣的一個趨勢了 那差別就是你要不要去執行那個動作而已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時候139已經電成區間的下緣 而不是區間的上緣 所以代表它的股價 有一點要升溫的一個味道 好但昨天衝高上影線 今天衝高上影線 然後對不起前天衝高上影線 然後昨天上影線今天又上影線 但是我必須講就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上影線是一個賣壓很重的一個 K線的一個表現 但是因為它的股價 你如果還原全值的話已經創新高嘛對不對 就是還原我的除息我已經創新高 我記得好像沒有還原也已經創新高了 那但問如何啦 就是說這種創新高的股票 因為它上檔 你看不到壓力嘛 就是說通常如果有一個前波高點 或者說是有一個大量區 我們會清楚的知道說 上面的空間來到哪裡會遇到壓力 所以如果說像這個真空帶對不對 就正常來講如果說 我上面有一個大量區套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中空帶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不會急著賣 因為大家知道壓力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創新高的股票 你不好去找那個壓力帶 所以當然多多少少衝高 就今日是今日必嘛 就把它出掉把它出掉把它出掉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隔天的上 那個上影線隔天的高點 它都會被吃掉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 持續換手網上攻擊的訊號啦 那當然我們剛剛所談到的慣性 你看原本都是 小高回區間 小高回區間 今天是這幾天是 這種所謂抖角度的一個上揚 那你說夏老師這種股票會講到哪裡 說真的有時候這很難講 因為它上方已經沒有這個套牢區了 那我們就跟著技術面來做 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它跟台積電的聯動性 我想是我們操作這一波個股 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因此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想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做出發 那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3583的星雲 好那 所以有時候我們一直講說 訊息的即時性 或者說是操作 有時候 這應該怎麼講 也不能夠說操之過急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要稍微想一下 你到底要追在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因為你看到 雖然說今天收盤價 跟我們的成本也只拉開一點點 但是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你看你買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買這個位置 然後股價收盤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你如果買93塊 跟89塊3 差了快4塊錢的空間 差了3塊7 那這個其實會影響到你的 你對於這檔持股持有的時間 因為通常3塊7 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嘛 因為90幾塊的股票 3塊7應該有高低點 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買那個位置 今天的損益應該是在這個位置附近 對不對 那原則上你如果第一天你套的比較深 那你很容易 不要說你啦 包括我也一樣 如果說有時候 因為我們有時候 做股票總是會剛好買在那個高點的一個位置 那一天可能差個4%5% 我說真的 其實回到我那個成本區附近 我也考慮想要出 對不對 這個是人的本性 這個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有時候 因為像今天這樣的一個行情大概 大概其實那時候為什麼會看 追不上去的原因是因為 他那個時候的掛單 其實我們早盤就看到了啦 但是那個時候的掛單 他不是很強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會有一點疑慮 那後來打回來了 我覺得這個位置 相對來講價格就不是那麼的追高的時候 我選擇在這個地方去做進場 那一來一回你就會發現 價格上面 他會有一些差異存在 好 那這兩個股跟台積電的關係 是來自於說 一方面 他是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 那另外一方面 他現在在中國有投資再生晶圓 再生晶圓就是 包括今天盤中碰到漲停板的中砂 他們都有再生晶圓 然後 國內啦 1560 3583 8028 國內的再生晶圓是這幾家 這三家 那原則上因為他有儀器 然後有再生晶圓 所以我覺得 他的題材性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這是我們選擇 當然中砂不是不能夠做啦 只是說因為他拉得太快 所以後續如果說有出現震盪回測的話 我們會找會考慮找買點去做切入啦 那這個是我們在今天操作的過程當中 會去選擇星雲的一個主要的條件 好所以你發現這兩個股也是一樣對不對 這兩個股前面這一波走上來 然後這個地方出現震盪的整理 整理了多久 從11月的上旬一路到12月的下旬 這個整理接近快兩個月的時間 好 那前面這一波高點是875 這一根黑K的高點也是875 然後低點區間的低點是771 所以這是一個10塊4的一個區間對不對 好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我現在突破了高點對不對 當然今天上影線流比較長 我們要看明天有沒有機會換手成功 或者說是我在這個地方 去做區間的震盪整理 如果有這個股價還會再攻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期待的空間 因為這是10塊錢的區間對不對 所以我突破之後理論上來講 我再一次強調 不是一定要1比1等幅 但是你必須心中要一個對價格的規劃 你才會知道說 來到什麼價格你要怎麼做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10塊嘛 如果你往上加10塊 這是第一波 我覺得應該要看到的地方 那至於會不會來 我想我們就是盤中的一個狀況而定 好這個部分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了 那剩下的我們稍微帶一下 我們過去這幾天 跟大家所談到的一些個股 好那4906的證文當然是 之前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好但是一樣的一個概念你看 昨天他的子公司 他的應該這樣講 當時我們認為他上漲的一個條件之一 一個是Wi-Fi嘛 應該說當時我們做的時候 主要聚焦兩個題材嘛 第一個叫做Wi-Fi Wi-Fi6 第二個叫做什麼 第二個叫做北極新藥業 寫代好了6550 北極新藥業是他的一個子公司 那基本面的部分我先不多談 因為生技產業嘛 反正就是研發了什麼藥 那重點是要取得藥證 但重點就是他昨天正式 正式跟證交所申請 正式申請第一上市 第一上市就是有KY的股票 因為6550他是北極新KY 所以他是簡單來講 他是那個KY是哪裡開曼指導 那他從國外他的註冊基地在國外 然後他要回台灣掛牌 雖然說他的公司在台灣 但是我要講的概念就是他就跟那個很多 很多KY的股票一樣 TBK GIS 或者說是真頂 這一類的股票是一樣的 那就申請第一上市 第一上市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沒有上市 所以我順帶談一下 因為剛禮拜六有投資朋友問我這個問題 第一上市就代表說他在其他地方沒有掛過牌 然後他是國外的公司 雖然說是國內的人經營 但是註冊地在國外 然後來台灣 不算來台灣 就是在台灣掛牌的話 第一次掛牌的話 我們稱之為叫第一上市 然後後面通常都會有KY的名字 然後因為禮拜六有一個 應該是觀眾朋友吧 問我說那個DR是什麼意思 DR是那個存托憑證 那存托憑證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其他的國家我有掛牌 然後我來你這個地方 不算再掛一次啦 就是說我譬如說我在 其他國家有掛牌 然後我來你這個地方 掛牌你這個地方我也可以交易 但這個地方不是母股 這個地方不是母股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大家常聽到的ADR ADR代表什麼 ADR代表的就是 在美國A就是美國 在美國掛牌的存托憑證 所以譬如說我們每天早上 都會看台積電對不對 或者是友達 或者是聯電 他們其實都有ADR可以看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先對這個東西 早上你先知道 其實你會有一點感覺 就是今天行情大概會怎麼走 這個以後我們有時間 我們再來跟大家談 那如果在台灣掛牌的話 就是叫TDR 那這個叫做台灣存托憑證 T就是台灣嘛 這個應該沒有太多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全球掛牌的 叫做GDR G就是Global嘛 那通常是在盧森堡 最近幾個發的好像都在盧森堡 所以這題外話啦 簡單講就是北極星要正式申請 在台灣的第一上市 那什麼時候過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這個會對證文來講 他會有一個試股的收益 試股的 試就是釋放的試 試股的收益 好那但是你看 今天這個利多消息出來對不對 你去追股票 你看你會追在哪裡 32塊8 首盤31塊1 這差很深 就是差1塊7 30幾塊的股票差到 超過5%了吧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一直跟大家強調的概念是說 不是說我們一買就會賺 然後你買就要套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你要去想一下 那個價格帶 到底要不要做追價 事實上這檔個股我早上我也談了嘛 就是我給會員的訊息 應該是在9點10幾分吧 那時候我講是說 他股價創新高 但是他的掛單沒有很好 這個其實都是有 可以觀察的啦 就是他的掛單沒有很好 所以 那時候我們就說不建議加碼 反正就先獲利續報就好 那如果你看你追那個地方 會有比較大的差距啦 但無論如何 從股價的走勢來看 大概我們在關注的焦點是這個 30.75 為什麼 因為我破了之後我會回到這個區間裡面啊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不是股票的問題 是你操作的 買賣點的問題或者是時機的問題 那原則上這個東西我們會看 如果說好像有一點要 回去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先去做一個短線上 我們調整 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他這樣子就沒賺多少啊 對 但是原本就是這樣子嘛 我們不能夠 期待說我們每一次進場的股票 他都會連續性噴出 我們有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你是我的會員 大概很多時候會發現說 我們選的股票後面又在創新高了 那簡單來講就是我們買的那個時間 他失敗了 就是因為我們通常都是買突破嘛 對不對 但突破他有可能會突破失敗 那簡單來講就是他如果打回來 我們會去出股票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把資金卡在那裡面 那如果說後續再做應該這樣講 就是但是後續噴出 其實證明我們當時看的 基本面是沒有錯的啦 對不對 那只是說資金的調配 你怎麼樣去做運用這樣子而已 好那這個是正文 那何勤控 何勤控連續8天的黑K棒了 不過也蠻厲害了 8天的黑K也還維持在月線 你看他開高走低開低走低 他弄了8天耶 然後他也還維持在月線以上 那因為 跟我們成本沒有差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 可以再看一下 那原則上破月線我們大概就會出差 那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 為什麼沒有看到元金 好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元金上面 然後我看一下 好在這裡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元金上面 好 所以股價的走勢你看 一路走到今天 我想我每天都幫大家做追蹤啦 那就是要告訴你 就是說原則上沒有變 那就先報一下 當然如果時間在拖長 不論他基本面怎麼樣 我們還是會去做調整 因為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嘛 就是股票其實有很多 你要買什麼股票都可以買 但是重點就是你的資金只有一套 我相信大家的錢也都是 辛苦努力得來的嘛 當然套在裡面 不是說你這一檔一定會賠錢 而是 而是你在裡面久了 第一個變數會增加 因為當時做的是突破 那突破如果沒有上去 那某種程度上面而言 他會有一些些風險存在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資金的效率不好啦 譬如說我這樣子講好了 大家一直在講說 什麼東西叫做資金效率 我這樣子講好了啦 投資票你為什麼要進入股市啊 因為想要賺錢啊 想要早點退休啊 想要財富自由啊對不對 好但是這樣子講好了 為什麼沒有選擇把錢放在銀行 很簡單啦 老師我定存定存好定存一百萬好了啦 現在幾趴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看那個 定存一百萬假設一趴啦 你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一趴 通貨膨脹是多少 兩趴 你現在我現在 對啊 我舉個例子 像我很喜歡吃雞排 以前 我在唸 好不要講太久以前啦 十幾年前雞排一塊大概是 35塊40塊 現在一塊要多少 現在一塊60 低標哦 這個是低標哦 這道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物價變貴啊 通貨膨脹啊 所以去想一個問題 我如果把錢放在定存一趴 我一年賺了一萬 那我可以買 一百零一萬的東西嗎 不行 因為 因為通貨膨脹兩趴 所以你的錢貶值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一來一回 你只剩下99萬 你的購買力啊 只剩下99萬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資金效率 為什麼 大家不把錢擺在銀行 因為效率太差了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一個邏輯 你看哦 如果股票 套住 或者是股票不動 你一報你就報 一年 假設你報一年 最後你賺一趴走 你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不會啊 因為你花了一百萬 到一年最後 你不如放在銀行 對不對 還沒有風險 所以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資金的效率 你要一直不斷的調整 這個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原則上 現在是還算強勢 那我們會稍微看一下 那原則上 如果有確認轉弱的話 我們大概會先出場 跟我之前談過 他什麼基本面沒有關係 因為我講過嘛 我的面子不重要 因為大家常會覺得說 為什麼同顧老師會那個 股票爆住都不敢出 你知道 因為 因為 就 你如果出了代表你看錯了 但是我講的概念是說 其實 股市當中 看錯很正常 因為你看 又要看基本面 又要看籌碼面 又要看技術面 任何一個環節錯了 你的股價可能就停在那裡 或者是 所有環節都對了 行情崩盤了 那股票也是卡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的增進要活用 那 這樣個股原則上 我就講了嘛 接下來如果破月線 我們大概 會先把它出掉 這個不是 賺或賠的問題 是說 這個錢你可以拿來做 其他的股票 我覺得可能會更有效率 那萬一後面上去怎麼辦 後面上去 你再把它買回來就好啦 因為我想我講的那個 基本面大家應該都認同 但是重點是 股價的表現 好 然後最後我們談一下 反假 我那個圖結錯了 所以 才會跳到這裡 好 反假的一個股價 這一波一路 一路 從我們買之後 後續有先創新高嘛 然後 股價的回撤 那我昨天講說 回撤表太宏K的二分之一 12月22號 那那一天的二分之一 應該是183啦 那我講說 因為量縮嘛 我們就看一下 隔天有沒有站回去 結果 昨天到這裡嘛 所以我講說 只要沒有進到179的區間 裡面應該都還好嘛 對不對 好 結果今天的股價 你看 所以股價 它有它的脈絡可循 那原則上 不能說100%一定對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股價的行為 它的確是有 遵從一些原則 所以你看 今天股價這一點179.5 為什麼不可以拔 因為再拔就 那個 方向就怕壞掉了 但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更確認一件事情就是 它是一個多方的架構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不要冒任何 技術形態被打壞的風險 對不對 所以碰到179.5就把它點起來了嘛 然後 到收盤的時候是184 所以它有沒有站回 12月22號的紅K二分之以上 有 但是一樣 這個被擋住了 量能1241張 比昨天就剩一半 所以這兩天的走勢 它其實不是那麼有效 那後續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誰來做表態 我想這個是大家後續可能要比較關注的重點 所以就提供給投資朋友來做一個參考 好 但無論如何 我想我們的風格 其實 我相信你不是不論說從我自己的頻道 或者是運動財經台的頻道 你每天收看夏老師的節目 我相信我們一定是有一些東西 是讓大家認同的 當然也許你也只是想打開按個導站 但現在導站也看不到了 所以不用做那件事情 好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我相信我們一定有一些東西是 投資朋友可以認同我們的一個想法跟概念 那當然不是說一定要大家加入會員 只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訊息的方式 能夠有一個讓大家能夠理解 為什麼我們做這個股票 我覺得會比我們盤後的節目 或者盤中的節目有限的時間 能夠跟大家講的東西 我覺得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陳通投顧的18週年慶 感謝一路相挺 那就反正年慶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倒數兩天 如果說投資朋友你想要 在明年開始 跟著我們這個時候其實剛剛好啊 對你辦完就大概就是明年了嘛 如果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的話 那倒數兩天 投資朋友可以好好把握 那都可以透過畫面下方的這個服務電話 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一個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28號的台股這線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盜用 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ant群組推薦 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ant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資公司 於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感謝您18年來的見證獲利 感謝有您18年來的一路同行 成通投顧的生日 就是感恩會員日 特別為您獻上 最大的感恩入會禮 今天入會一日給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數目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倒數兩天 錯過本檔 機會不再